这是讲讲毛主席什么的之类的 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太阳 一路滋润和妙状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中方红太阳正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毛信夫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流阳河穿过了九道岸 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 江边上出了个湘潭线 出了个毛主席领导我们德解放 出了个毛主席世界把民羊 毛主席的光辉照到了雪山上 我们要按他的最高指示办 文化大革命 是为了使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 不要旁落到资产阶级手里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是 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是旧民族主义革命 1919年以后是新民族主义革命 毛主席66年到76年是 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 功能受苦人统治那些大党法 把他们赶下来 让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 共产主义革命 毛主席永远在革命 我们应该继承毛主席的仪式 将革命进行到底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要半途而废 实现马克思共产党学员提出的 实现共产主义革命 消灭资本家的私有产产 把这钱分给全中国全世界人民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那能容那既身仇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聚起来到明天 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 就说这些吧 好吧 要多少加钱 讲了些东西以后 怎么传道了 杀我头怎么办 你炸着就得了 搞政治弄不好 要杀头的 你知道 警察最输恶了 让我短命 几十年给我从公安局 关起来 没有营养 是肝脏有伤害的 精神病药物 让我短命 还给我上电刑 警察是巴西斯 前天那天 就是2009年12月3号 有人来警察又来管我 因为我揭露他们的仇 公安部部长华国峰 是他们野心家串权 贪责上台之前 三个中国元老都死了 毛主席 朱泽总司令 周恩来一起死 意味着中国在改朝患战 他们一死以后 将亲毛主席的爱人 就被华国峰抓了 华国峰以极左的面貌 砍掉几百克轻松 见毛主席纪念堂 他打着红旗 半红旗 这些人都以极左极右的方面 来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你说 你说 那证据 他给我提点意见 有些点我要改正 有点我要发扬 三人心必要卧室 我不认为 隐货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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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